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曲面的编辑 曲面 那所以请看一下这边 那曲面的编辑 我们先看一下头影片 这个叫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是成正比的意思 那OK 那这是我们要看的曲面的编辑 好,那像这样一颗球呢 如果你把它拉出来 请注意如果你这边的proportional是设on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说 它不是只有那一点跑出来 这个proportional如果是off的话 就会尖尖的一点跑出来 如果是on的话呢 它就可能会像这样 而且要看你的那个proportional的范围有多大 它会有一个球显示范围 那如果比较尖的拉出来 它可以有好几种模式 如果是用尖形拉出的话就会像这样 那如果平滑的拉出像这样 如果是小区域的拉出像这样 大区域的拉出就像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颗鸡蛋 你可以用大区域的拉出 应该就可以做完 那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proportional的这种 平滑拉出的方法 那这种方法很适合用来建立地形 所以你如果上礼拜 你不是建了个房子吗 那你在这边可以再建立湖啊 建立山啊 然后建立看你要怎么样特殊的地形 那这里你要做proportional之前 你要先切 先把这一个面呢 先切成很多格 你觉得它才有用 不然单纯的一格是没有办法拉的 那你可以用滚轮去控制它 整个拉出来范围的大小 那首先我们先把立方体删除 我们改加一个球 试试看 那用这个球来试试看proportional的功能 按A选取消 然后选这个proportional如果是disable的情况之下 你拉出来会渐渐的 那如果是你选这个其中的任意一个 你会看到它不同的效果 你会看到它不同的效果 像平滑的球状的root 这是这个应该叫什么 这个root是根喔 那sharp尖尖的 linear线性的 constant就是整块平平平拉出来 然后random就是它自己会做很乱的乱数 那这边我们选一点来拉 这时候已经有serproportional 你会看到这个样子 那这是按下f12的成像结果 那我们先来做这个球的部分 这个我先重新开一个档 直接关掉好了 我再重新开一个档 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给三了 按shift a去加一个uvsphere uvsphere其实它有分 就是segment和rain 就是到底你要精致一点 还是要比较粗糙一点 那如果你看框线就会很清楚 它所谓的精致按粗糙 按17有没有 越来越精致 ok 那越来越粗糙 ok 那你也可以这么粗糙 那越粗糙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未来你算图会越快 所以你不能够让它太精致 太精致的话 未来你就会发现 我们期末要你跑电影 对不对 那你的电影可能往往你跑一分钟 你的电脑 就是你一分钟的影片 你用电脑有些人去跑 然后跑个几十分钟 那所以如果你弄得越精致 它就跑得越慢 所以你的隔状 隔数 你要去控制它的范围 不要把它弄成这样 弄成这样就完蛋了 也说100 然后呢 这边也100 那100乘以100 那是不得了的 1万 这是很精致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它会变得很难算 很难算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球 32乘32应该就已经很多了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固态模式 刚刚就有同学呢 不小心跑到框线模式 怎么我的杯子变这样 那是因为你这边切换的模式的问题 好 那一般我们会用固态模式 OK 那接下来我要先进入编辑 进入编辑 这时候你会看到全部都被选 那这时候我如果选一遍 点一个 把它 把它G拉出来 按G就是移动 把那一点给拉 你会发现它尖尖的 那这个好像很适合做小鸟嘴巴 那但是 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做的是 整块的 联动性的拉出 那你应该用这个 Proportional Enable或者是Connected 那如果用Connected 你可以选这些 那如果是 Enable也可以选 那这两个 有一点点差别 好 那我们先用Connected 那我现在在这里 按G 你会看到它的 拉出来是 是整块的 而且旁边的也跟着一起被拉出来 好 那如果我今天呢 这样子 把让这个球变得很大 它的拉出范围就会很强 如果我让它变得很小 它的拉出范围就变得很窄 怎么控制这个 这个旁边白 白线的这个圈圈的范围呢 是用你的滑鼠滚轮 用你的滑鼠滚轮去控制它的这个拉的范围 OK 那看你想拉成什么样子 如果我要做一个鸟人 OK 那这样看起来就不错 如果我今天是要做一个鸡蛋 那这样看起来可能好一点 OK 所以看你想做什么 那你去控制这个拉出的范围 那这就是 我们的那个 proportional的editing 好 那这是 这是各位先试试看 各位先试试看 好 那 等这个会了之后 这个会了之后 我先把它恢复 按G 那这个会了之后 我们就要来做地形 就是帮你之前的那个房子 做一个地形 那这个 各位先试一下 这是 把设计的 之后 是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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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